头上长疙瘩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赵连浩 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头上长疙瘩我们常见就是毛狼炎 我们叫穿着性毛狼炎 又叫穿觉性毛狼炎 往往有些肥胖 另外家族遗传有糖尿病 有脂肪肝 还是跟有些男性的有脚气 因为这个头上毛狼炎往往就头皮抗疹 直性皮炎 它会合并掉头发的 长了一些火阶子火疙瘩 甚至有些人头上起的疙瘩 还长了好几个 这是常见的 这个简单 吃药里边吃一些消炎的高药 阿末辛陵 头包安瘪 包括多锡环树 米洛环树 中药里边就是单身铜 还有什么当归龙会片 龙仔蟹肝丸 黄莲丧青丸 都有局部的消炎作用 当然了外用药 我可以选择二流化锡 百多邦 富方多金金属币软膏 这个时候一定要大家注意 平时饮食上 避免抽烟 避免喝酒 锻炼身体 少吃辛辣 少吃油炸的 少吃高糖 高脂 高热量的食物 头皮长疙瘩 还要注意一个 头皮狼肿 头皮狼肿 它一般没有感觉 就在头皮里边的 就像刚才说 皮下长了个东西一样 这个是摸起来 它不疼的 就在头皮下 这叫头皮狼肿 这叫需要外壳手术切除了 问题 这叫头皮狼肠